-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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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抱歉 他跟我抱歉 我不要你抱歉 我要你知道我是誰 他說 我不知道Mika球球是指什麼 他連我這個名字的 商品還是人物都不知道 你知道Mika球球是個YouTuber嗎 是在他眼中我根本不是YouTuber 對不起 是我爛 他說 很抱歉我是一個AI語言模型 不斷學習不斷進步 但是我知識庫內沒有最新的資料 我的知識更新截止於2021 我要給他我的 我頻道的那個 結果他不知道他怎麼辦 那我就教他 不斷學習不斷進步 我給他網址然後他說很抱歉我不知道 你覺得這位YouTuber 適合拍什麼類型的影片 他一直跟我道歉耶 他說他並不知道這位YouTuber 所以他無法對我的影片跟風格進行評論 你無言耶 他的問題吧 我多有錢 我多有錢 所以我以前就出來當YouTuber 我現在26歲 我19歲出來 現在他不知道我 好像是我的問題 好像是我的問題 他只是一個剛出生的AI 他只是 他還是個孩子 我跟他說 這位YouTuber叫球球嗎 好可憐喔 我要親自教一個AI 然後跟他說 你好我是球球 他說非常抱歉之前回答有錯 我現在知道米卡球的這位YouTuber 他知道了 我們還是要用愛去教育下一代 對 他的頻道主要以生活美食旅遊 啊有有在看喔 購物並沒有我沒有在購物 欸好像有 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與經驗 他的風格 偏向輕鬆有趣 隨性也融合一些 時尚與美商元素 是有一點點的啊 大概這樣子 推薦的話他會建議 以更深入的美食探索 有趣的旅遊體驗 生活小技巧與分享等等 同時可以保持自己的獨特風格和美麗 讚 好啦我們現在問他 地本地有什麼好吃的美食 請推薦我五個 阿中麵線 那聽說他排很久對不對 他打超久 永和豆漿 我真的不懂欸 為什麼永和豆漿會在 就是各個地方 但是他明明就是叫永和豆漿 老天爐是什麼 你有聽過老天爐嗎 喔滷味 滷味 可是他說是快炒店 喔真的假的 金峰滷肉飯 喔金峰滷肉飯很好吃欸 美觀園悠久的中式餐廳 美觀園明明就是日式料理 我也記得他是日式料理 他說你可以想用美觀園經典菜肴 例如叉燒燒鴨魚刺雞湯等 我不信美觀園有這種東西 他明明就是一些就是 壽司什麼之類的 欸他真會胡說八道欸 我在騙我欸 西門町不用排隊的飲食 喜樂冰以冰品為主 賽門醉雞 他說是熱炒料理 確定是熱炒料理嗎 賽門醉雞 那你是想吃哪一家 你有想吃的嗎 喔都可以欸 哇怎麼辦 女生說的都可以 好剛剛我就問他老天路的地址在哪裡 他給我的四間店 台北本店台北南西店 台北東區店台中旗艦店 就是沒有西門町 我剛剛google我們一下車旁邊就是一間老天路 結果他給我一個 好幾個龍山市捷運站 大概就是我們要走一個小時的距離 他根本就在整我欸 他沒有想要跟我好好相處 好啦反正我們現在就去 我們google到的那一間老天路 最好是給我的是快炒店喔 我看你有什麼快炒料理 老天路要吃什麼 老天路的菜色眾多以下 是一些比較受歡迎的菜色 滷肉飯 說老天路的紅燒牛肉麵 非常受歡迎 湯頭濃郁 牛肉肉質滑嫩 牛肉麵 牛肉麵 滷味拼盤 應該有吧 香酥排骨 麻辣火鍋 有什麼必點 老天路的滷味拼盤 非常受歡迎 滷豆腐 好像就真的很正常了 你問他的問題 你要非常精確 不能就是你不知道的東西 然後去問他 我找到跟他溝通的方式了 阿威啊 有滷豆腐嗎 我們有百葉豆腐有滷豆干 你要來什麼 百葉豆腐 百葉豆腐 有鹹豬肉嗎 有鹹豬肉嗎 我沒有賣豬肉喔 有魷魚嗎 有魷魚嗎 有魷魚啦 來小姐 雖然ChatsGPT他 省我說一些上面沒有菜色 但是我們還是從 他上面推薦的買到的其中幾樣 有買到海帶結 不然我們就 淺吃個海帶結來看看 老天路好不好吃 我看上面有辣椒我怕超辣 欸欸 這蠻好吃的欸 它在我意料之外 蠻好吃的 我覺得 ChatsGPT雖然 菜色沒有推薦那麼齊全 確實是好吃的 然後我們就去下一家 看我們要去哪裡 go 吃了一點滷味嘛 所以我們現在想說 我們可以請他推薦飲料店 他剛剛推薦我一些連鎖 所以我想要拍一些 不是連鎖的飲料店 看他會推薦我什麼 然後第一個推薦我先查到 先查到最好不是連鎖 然後公正報紙 公正報紙在花蓮 不要騙我 阿水甜品 我要飲料店 樂翻天果汁 我們可以查一下 到底真的有沒有這間果汁 它出現在中國四川省成都 太遠了吧 ChatsGPT是不是搞我 那我們去喝 全查到好了 我剛剛問了ChatsGPT 他推薦全查到的飲料有什麼 他說 他推薦珍珠奶茶跟台灣高山茶 我們現在就去買 他的珍珠奶茶跟他的台灣高山茶 我們剛剛買了珍珠奶茶給小夥伴喝 然後我喝的是 原本想要買台灣高山茶 但是他們沒有了 所以我們阿里山冰茶 應該也算是高山茶吧 就是喝一口 就是茶 就是茶 我現在來搜尋 如果一個人的話 西門町可以去哪裡玩 西門紅樓 藝文聚集地 華山文創園區 但不是西門耶 那我們去看看西門紅樓有什麼 西門紅樓 我們現在來西門紅樓 其實我沒有晚上來過西門紅樓 所以我們現在就去看看這附近有什麼好玩的 然後就去逛逛走走 這樣 什麼意思 反正這排就是酒吧 然後我就想問說 雀的GDPT可不可以推薦我們一些 台北市的值得雀的酒吧 其中有一個是 以芭蕾舞女郎為主題的酒吧耶 它是以芭蕾舞女郎為主題 然後他說 有豐富的條例就有疑問 還有現場演出 到底要怎樣現場演出 看別人跳芭蕾舞 然後一邊喝酒 超奇怪的 而且他說 如果你喜歡性感浪漫的氛圍 可以來這邊 芭蕾舞是性感 芭蕾舞是優雅吧 很不像我印象中的芭蕾舞 我們就去那邊看看 芭蕾舞酒吧 好 我們現在到的那個 去逛逛逛逛逛changebutt 推薦我們的芭蕾舞酒吧 然後 完全沒有芭蕾舞的樣子 完全沒有 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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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然後上面就說 這邊是茶酒界的圖書館 這邊如果講話太大聲的話 就會被老闆娘罵 老闆娘她有個錯話叫做風紀鼓掌 但是這個跟巴黎舞完全沒有關係 雖然我已經就抱死人被騙了心態 但是我還是覺得有點像有失望 好我們現在來到剛剛ChillGP他推薦我的Revolver 然後我看到店裡面有蠻多外國人 而且整體氛圍都蠻不錯 就是很Chill很輕鬆的感覺 音樂也是我喜歡的類型 介紹他說是啤酒種類非常豐富 有很多進口的啤酒跟本地的啤酒都有 所以我覺得它啤酒應該是他們的特色 好我今天點的是瑞典的水果酒 有綜合水果口味 然後我們來喝喝看瑞典的酒喝起來怎麼樣 它完全是水果軟糖的味道耶 妹子的話應該會蠻喜歡這一款酒的 好我現在請ChillGP來幫我總結這間店的所有優點 Revolver是一家在台北市大安區的搖滾音樂酒吧 提供熱情洋溢的現場演出 和豐富的啤酒選擇 喜愛啤酒 喜愛音樂現場表演的人 那麼Revolver酒吧絕對是台北市內不可錯過的好去處 我覺得它其實講得蠻清楚的 ChillGP給我的資訊 確實是這間店真的有的資訊 它的風圍跟它的啤酒總會真的確實是非常多 好總結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我們被ChillGP耍團團傳的影片 那我覺得ChillGP因為它的資料庫只到2021嘛 所以它會有很多 這兩年可能已經關店的店家或是 根本不存在的店家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店家 像我們中間有什麼 什麼樂翻天果汁 就是完全不存在我們的Google地圖上面 但是總體下來我還是覺得ChillGP可以帶我去一些 我平常不會去的地方 確實是蠻好玩的 它還是個孩子 我們等它慢慢成長茁壯 我相信它會給我們更好的使用體驗 那我覺得跟ChillGP互動的很主要 很關鍵的一個問題就是 你問的問題要非常的精確 準確 它才能給你你想要的答案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訂閱我的頻道 也追蹤我的FB跟IG 我是ChillGP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然後直接拍我 記得要完工時 賣 jug十四瓶 來得傳達 跟 都